各位朋友大家好,新年快乐。 今天早上和芝加哥的朋友一起聊,他们那边是冰天雪地的,雪特别厚。 然后这边,像凤凰城这边,我们穿短袖,稍微有点凉,但是已经是春天的感觉了。 还可以听到这种鸡鸣狗叫,小猫养的宠物呀,养的鸡,鹅,鸭都可以。 所以美国是个比较,复原比较辽阔的,比较广阔的天地。 北边,靠近加拿大的边,冰天雪地,靠近墨西哥这边,温暖如春,一样一天都是不一样的。 美国确诊病例现在是非常多了,两天多了,死亡了四十九万,含有三千万的人没有医保,所以是这病毒很难控制住,控制不好,让大家感觉到很忧心忡忡啊。 我们还是,出外的话,还是要注意自身的防护,做好自身的防护是最重要的,所以说,2020年还需要继续加油,努力。